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,我国事实上就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了,而且今年的情况我们看到了,欧洲还是一团乱象,日本经济不断衰退,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从今年开始的未来每一年,我们都将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, 而且每一年我们汽车出口的单价都将不断的提升,我们将不单成为汽车出口大国,还将成为汽车出口强国,今年第一季度,当我们的邻邦韩国日本继续贸易逆差之时,我国出口是强势恢复的,但是当然很多人都说,以往我们大量出口的电子产品纺织产品,现在可能会遭遇到一点问题, 我们出口的新三样变成了汽车光伏和铝电池,从这个意义上讲,我们真的已经完成了产业升级,未来我们靠出口高附加值产品将赚得更多的钱,那么下一步呢,下一步什么将成为我们的出口拳头产品呢? 我觉得高铁绝对是,咱们这么讲吧,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,我们走的几乎是同一条路,你说纺制品也好,电子产品也好,电脑也好,汽车也好,这些商品是我国率先发明出来的吗? 当然不是了,可问题是,当我们掌握了这些商品的制造能力之后呢,我们就焕发出了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,我们一下子把天价拉到了白菜价,于是我们彻底掌控了这种商品的生产,并通过出口赚到了大钱。 高铁也是这样啊,这个世界上的铁路不是我国发明的,这个世界上的高速铁路也并不最先诞生在我国。 在此之前,日本有高铁,它的新干线,欧洲有高铁,可是我国是没有的,十几年前,当我国开始要介入到高铁领域之时,我们在技术上是要向别人学习,从别人那里购买的。 但是我们有一个优势,那就是我们有着庞大的市场,我们告诉那些发达国家,你如果想把高铁输出到我国,可以,但你必须同时把技术也输出到我国。 我们14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,对高铁的需求非常大,所以你只要愿意和我签合同,你就能赚到很大的一笔钱。 再加上当时世界上有多个国家想出售高铁技术,所以最终他们不得不答应我们的条件。 我们真的是用市场换来了技术,而且过往十几年间,我们自己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发展。 所以今天我们成为了全球拥有高铁里程最多的国家,十年之间我们建了超过四万公里的高铁。 和其他领域一样,一旦中国人掌握了一门技术,那个生产力绝对是大爆发的。 所以今天高铁对于我们而言,不单我们可以在国内铺设,让我们的物流迅速的快起来,我们甚至可以把高铁出口了。 尤其是这次我们出口的高铁,那妥妥的都是白菜价的,那是别的国家没法和我们竞争的。 去年印尼召开了J20峰会,印尼开会的时候最能拿得出手的展示品,就是我们帮助它修建的亚万高铁。 而且今天我们已经在和多个国家磋商,要帮助他们建设高铁了。 这对于我们而言是有一举两得的作用的。 泰国大选刚刚结束,所以很多网友担心,咱们跟泰国之间修建的高铁的事,会不会因为政权的更迭而发生变化呢? 不会的,因为泰国都是无比需要高铁的。 而最近又有消息指出,中国技术团队已经同意把部分高铁技术传授给泰国,帮助泰国自主建造高铁网络。 也就是说,我们未来不但要帮泰国修高铁,我们还会把我们的部分高铁技术转移给泰国。 以至于很多网友有这样的担心,泰国会不会照葫芦画瓢呢? 咱们当年从西方购买来技术,茁壮成长,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可以不需要靠西方就独立自主的建设高铁了。 泰国会不会把我们的技术学过去之后,也这样呢? 我跟大家讲,完全不会的。 为什么?中泰两国的国情是完全不同的呀。 首先,咱们说,我们固然会给泰国转移部分技术, 而且现在已经基本达成了协议,包括轨道设计、隧道设计、桥梁建造、火车站设计、电力照明、信号系统等。 但是,我们并没有把所有建造高铁的技术,包括核心技术,都转移到泰国去。 我们只是转移其中很小的一部分。 为什么要转移这很小的一部分呢? 因为目前根据中泰双方达成的协议,我们正在共同建设的呢,是长达873公里的中泰铁路,连接的是我国昆明和泰国首都曼谷。 这当然是一项重大工程,可是对于泰国而言,他们未来不只想建造这一条高铁。 他们当然希望本国国内还要建设多条高铁。 那么,接下来的高铁建设中,他们也想分一杯羹。 他们也想在学习转化中国技术的同时,也自主研发多条泰国国内高铁。 经济从来都是双赢的,不可能钱都让你一个人赚了。 你在大赚钱的时候也要分给别人一杯羹,这样才能促进我们共同发展。 尤其是我们要考虑到另外一重,那就是泰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。 跟我国不一样,泰国既没有广袤的土地,也没有14亿人口,更没有全产业链的工业基础。 所以,哪怕我们把全部的高铁基础手把手的交给泰国,它也未必能全部消化。 何况我们给予它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。 对于我国而言,我们眼中盯的绝不只是一条还不到1000公里的中泰高铁。 我们盯的是整个泛东南亚高铁。 近些年来,我国和东盟之间的经贸往来不断频繁。 东盟实际上已经取代美国,成了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。 整个东盟有六七亿人口,这是一个非常成熟而发达的消费市场。 对于我国而言,我们是非常看重和这些邻居的经贸往来的。 只不过,由于交通的原因,我们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大量的只能通过水路。 而一旦整个泛东南亚铁路网建成,那么会大大促进我国和东盟之间的经贸往来。 换句话讲,整个东盟将更被锁定在我国这一侧。 长久以来我们知道,美国在东南亚的势力是慢慢示威的。 越来越多的东盟国家虽然在政治上还站在美国那边,但是在经济上早就站在我们这一边了。 如果未来我们和东盟的经贸往来不断频繁,泛东南亚铁路建成的话,那整个东南亚将变成我们真正的后花园。 尤其是这次我们虽然向泰国转移了部分高铁技术,但是我们也是有条件的。 你这个技术是我教给你的。 那么未来你的铁路修建标准就要采用我们中国的标准。 换句话讲,中国高铁未来将牢牢占据整个泰国市场,进而占据整个东南亚市场。 日本不是不想和我们竞争啊。 早在五六年前,印度要建高铁的时候,日本就去竞标啊。 日本说它可以给印度五十年的低息贷款,低到什么状态?年利率只有0.1%,这简直是白送一样。 可是由于印度自身的条件,到今天日本给印度修建的高铁还是一地鸡毛啊。 这使得日本对外输出高铁的愿望彻底落空了。 而在过去几年间,我们相继修了中老之间的高铁,印尼的亚万高铁,以及中泰铁路。 这些铁路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 未来这些成功的案例将使得泛东南亚铁路一块一块的被拼凑起来。 我们吃肉的时候也得让人家喝一点汤,尤其是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,我们应当把一些非核心技术转移出去,也让当地企业赚到一些钱。 过去五年间,很多中国人是非常愿意到东南亚,尤其是到泰国旅游的。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,当我们走在泰国的大街小巷的时候,映入眼帘的,马路上跑的经常是日本品牌的汽车。 商店里的很多电器呢,曾几何时也都是日本生产的。 当然,近些年来被大幅的替换成中国生产的了。 为什么?过去二十年间,确实日本经济一枝独秀。 这使得整个东南亚成为了日本商品的清削地。 而这个情况早就发生变化了。 从手机到电脑,从电子产品到纺织产品, 日本商品不单在我国大推潮,实际上在东南亚市场也慢慢开始推潮, 而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商品。 下一步,中国品牌的电动车有没有可能在整个东南亚市场彻底取代日本车呢? 我觉得这个趋势一定会到来的。 而且不光是汽车领域,还有高铁领域。 大家可以想见一下,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到泰国旅游, 你得从中国的某个城市搭乘航班飞到泰国, 怎么地也得三四个小时,远一点的北方城市中间还是要经停的。 而且这个费用它也挺高的。 可是如果整个泛东南亚铁路建成之后, 一方面中国人可以坐着火车唱着歌, 愉愉快快的到东南亚旅游了。 另一方面,这对于我国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是大有必义的呀。 陆路交通的原街,它不但有利于人流,也有利于物流。 现在就有人说,很多中国人是特别喜欢吃泰国榴莲的, 可是今天的泰国榴莲你要空运或者海运, 而未来一旦中泰铁路修好了, 几个小时的时间泰国榴莲从树上摘下来, 就可以运到我国境内了, 到时候你还担心榴莲价格高吗? 当然旅游也好,农产品也好, 这还只是小钱。 而更重要的是,我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是需要市场的, 我们不但需要14亿的大陆市场, 我们也需要六七个亿的东盟市场。 这一年以来,美国一直不断地在叫嚣所谓中美经济脱钩, 俄乌战争使得美国人似乎觉得靠经济制裁就能把一个大国搞垮, 而三年的新冠疫情确实使我们很多企业的发展举步维艰, 所以我们近些年来不断地在提内需市场, 在提刺激消费, 我们当然要充分利用14亿中国人的大市场, 但与此同时, 如果我们能把整个东盟市场都吃下来, 变成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后花园, 那么这将成为我们战略安全与经济稳定的基石。 对于美国而言, 它真是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啊, 你说美国不想拉拢东南亚这些国家吗? 它当然想, 你说美国愿意看到它在东盟地区的影响率与日下降吗? 它当然不愿意, 可问题是美国实在是身上尺子太多, 不知道先抓哪一个了, 你看俄乌战争, 美国已经投入了上千亿美元, 还不够, 无底洞一样, 而美国自己债台高筑, 31.4万亿美元的上限已经到达, 所以美国实在是拿不出更多的钱, 拿不出更多的精力来拉拢这些东盟国家, 去年美国搞个美国东盟峰会, 使了半天劲, 拿出1.6亿美元说帮助东盟未来发展, 这简直是打发要饭的一样啊, 美国现在对整个东盟国家是既没有钱的投入, 也没有技术的投入, 而反观我国, 我们可以把大量的商品卖给东盟国家, 让他们的物价降低, 老百姓幸福指数提高,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搞基础设施建设, 搞高铁网络建设, 让他们的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, 当然, 经济活动从来都是双赢的, 在我们转移技术建设高铁的同时, 我们也牢牢的把握住了东盟市场, 几十年前改革开放之初, 咱们流行一句话, 叫要享富先修路, 现代商业对物流业的依赖是非常大的, 田间地头的西瓜可能一毛钱一斤, 运到城市能卖五块钱一斤, 然而你如果没有强大的交通物流业, 那个西瓜就烂在地里也没有人收, 因为运费太高, 没有路根本运不出来, 可是如果你有了强大的交通物流业, 一方面城里老百姓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西瓜, 而农民同胞也可以赚到更多的钱, 修路对促进一国经济有多么强大的作用, 我们中国人都明白, 当然这个经济准则也是用于整个东南亚, 而这一次中国帮他们修高铁, 就是要让他们的经济和我们一起腾飞。 赵旅拍案,本回书着落在此,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,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。